DJI PILER 2 的 7.1 版本已经发布了 新版本不仅调整了航线编辑器的界面 同时也新增了智能环绕云台锁定 目标点二维码分享 离线解禁 找飞机等新功能 有朋友在更新以后问我 新航线功能当中的剑图航拍 和倾斜摄影功能跑哪去了呢? 不用担心 它们都被统一到了面状航线里了 从此航线类型分为航点、面状和带状 逻辑分类更加清晰 你可以在面状航线参数编辑页面当中 根据任务需要选择正摄采集或倾斜采集 正摄采集就是剑图航拍 倾斜采集就是倾斜摄影 在面状航线任务中 现在可以直接输入和调整GSD数值了 系统会自动对航线飞行高度进行调整 对航测用户来说 设置更加直观 GSD指的是地面影像分辨率 即每个像素所代表的实际距离 GSD越小 图像分辨率越高 数据量越大 仿地飞行功能被归类到了高度模式当中了 需要选择相对地面高模式 可选择DSM房地或实时房地 不仅如此 智能摆动拍摄功能被归类到了倾斜采集当中 这样更合理了 在高级设置当中 新增航点其实点选项 可根据现场环境 选择首尾两条航线的航点作为起点 作业更加灵活 起飞速度也被调整到了高级设置菜单当中 在编辑航线参数时 你也可以方便地查看任务信息 在地图界面 可通过右上角的搜索图标 搜索地名 快速定位测区 目标点信息界面 新增分享按钮 可快速生成二维码 手机扫码即可快速获取未知信息 再也不用手动输入了 新版本优化了智能环绕功能的使用逻辑 若点击时未选中目标点 会提示相关的信息 同时还新增云台抚养角的锁定功能 环绕时按下C2键 即可锁定当前的云台抚养角 再次按下C2键即可解锁 以满足更多用户的需要 台来2主页的相册 新增了离线回放功能 即使在不连接飞行器 或者更换负载后 也能查看已经下载好的媒体文件 新增离线解禁功能 支持用户离线导入解禁证书 解禁申请通过后 相关证书文件可在官网下载 并传输至遥控器 进行导入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本次 Pilot 2 7.1版本的主要更新 其他更新内容 可以查看官网的发布记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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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